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新华 欢迎您新文化重点 首先头条讯息 我们想要带您来了解的是 您觉得去年7月份新式法规上路之后 用路人行的安全真的有提升吗 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互动 因为我们头条消息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又出现了行人地狱 这是台中坛子 有一位女同学 他才年仅10岁 盛雪的途中 他要穿越旁边这个行穿线 甚至还有导户志工 在旁边维护交通的秩序 但依旧有一名驾驶人 无视于重重的疏导 撞上了女同 害得他全身擦挫伤 红色外套的女同一大早走路去上学 站在行穿线前 她一直注意着右边来车 结果一起步蹦一声 左边一辆黑色修旅车直接拦腰撞上 女同瞬间被推撞出去 腾空往前摔在地上 水壶都滚了出去 不远处导户志工目睹车祸 赶快冲过来关心孩子 旁边早餐店家也拿三脚锥帮忙挡 女同痛到起不来 坐在原地等救护车到场 上学时间撞到学童事发在29号早上7点多 地点就在台中弹子步行路一段 还好这名十岁女同只有膝盖擦挫伤 送衣包扎后无大碍 请假回家休息 那导户志工看到妹妹引导过去的时候 姐姐才出现 那姐姐看到妹妹过来 她就赶紧要去跟着妹妹 十岁女同被撞的地点是岔路口 有划设行穿线 但其实在往前走十公尺左右 还有一个路口 校方有安排导户志工 女同当时是和妹妹一起出门上学 妹妹先被导户志工带着过马路 姐姐也想赶快过去 结果独自穿越就被撞上 有四五位四到五位志工 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位志工 刑方表示修理车驾驶 为离让行人导致女同受伤 可以处七千两百元以上 三万六千元以下罚还 调口驾照一年 校方补充 未来考虑会在两处行穿线 都安排导户志工 避免撞飞学童事件再度上演 TV新闻苏坦荣罗欣台中报道 所以行人路权优先这样的观念 看起来还是要在加紧宣导的 我们现在校朋友威廉就说 其实这个行人的地域的条款罚则 上路之后 其实都市方面有改善 但是乡村方面 可能因为取缔的力道不够足够 所以其实呢 大家行人在穿越马路的时候 还是要停看 停自己要小心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 持续关注到的是 在新北市新庄的超商 上演了警匪谍对谍的戏码 这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 因为远警掌握线报 有车手频频到这处超商来领赃款 所以呢 动员了11位的远警 有些人呢 洋装成看报纸的路人 有些远警呢 假装成情侣 在店里店外呢 做好了埋伏 就是要逮捕这三名车手 没想到这三名车手 现身领取赃款的时候 警方应勇而上 想要瓮中捉鳖 但他们还是顽强抵抗 开车想要冲撞 最后还是被奶 远警拿出辣椒水 合力将这名黑驾驶压制在地 他就是诈骗集团成员 上一秒临停路边 发现警察靠近 想落跑 竟然倒车冲撞 远警不放过他 紧抓住车门 先将副驾驶座的女子拖出来 控制两人的行动 而他们另一名同伙 正在超商ATM前提领赃款 发现情况不对立刻逃跑 周围埋伏警力全部追上去逮人 车手为了挣脱 连上衣都被扯掉 很常喊很大声 之后又听到手靠 中间那台被抛僵 然后前后两台就把他围起来 围起来之后都喊很大声 然后我们就出去看一下 好像有一个被压倒在地 诈骗集团租车犯案到处提领赃款 还以为这样就能不被发现 但一个月内就到新装的超商 连续提领三次 每一次都是大量现金 诡异的行径被察觉 专案小组跟肩搜正后 追到板桥 派人埋伏一共逮到三名嫌犯 除了车上查获四十一万元的现金 还有存部印章和毒品 前方这回不只假扮超商的顾客 甚至外面的街道 不管是路过的民众或者是情侣 其实都是他们假扮的 这回一共出动十一名警力 等到目标出现立刻上前将他们通通逮捕 洛网的三人强调彼此不认识 只是刚好一起出任务 三十三岁的王姓嫌犯 负责在三十一岁的灵性车手道指定地点 另外一名徐姓女嫌犯 在旁边监控随时回报状况 说这么多想推卸责任 甚至想丢下同伴逃跑 但整包的现金毒品 还有前几次的证据全部都有 最后还是落入警方手中 推荐站高转 而继续带观众朋友 持续追踪这台湾跟泰国的重大刑案 一名通缉犯偷渡到泰国之后 客死一箱被刑刑式的枪决 现在案情逐步露出了曙光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涉案的五人当中 其中一位是24岁的台籍周姓嫌犯 在台湾落网了 他说他跟死者的感情 其实非常的要好 形同兄弟 平常也是把对方当作大哥来对待 而两个人一起在泰国经营大麻店 但是在他发生命案之前 其实他发现跟其他的涉案五人 发生了严重的争吵 而这名周姓省份表示 他没有杀人 但是有帮忙清理血迹 但是警方认为 在征讯的过程当中 他问什么才说什么 挤牙膏式的透露案情 觉得背后不单纯 全身包紧紧低头不愿回应 真的是无辜的吗 他就是涉嫌杀害台籍通气犯的周姓嫌犯 案发后火速逃回台湾 警方也早就在机场等他 28号深夜台北地医院裁定 3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和欠制出境出海八个月 你们会认识自己是无辜的吗 他在泰国被逮捕审判 也担心被人寻仇 独自偷偷搭机返台 而他和其中一名王姓嫌犯走出认识 两人过去从事殡葬业 他还把对方当成大哥看待 兼职司机 王姓嫌犯前年转往泰国 经营大麻店 去年找来周姓嫌犯帮忙 他才会在当地认识太极女子 死者和其他涉嫌人 周姓嫌犯指出 当天死者跟其他人 在屋内发生剧烈争执 之后就听见枪声 但他根本不知道 吵架的内容 只有在事后帮忙擦拭地板上的血迹 其他四名嫌犯 选择干净开设逃往柬埔寨 其中有三人还在逃亡当中 他则选择回到台湾 接受审判避免惹祸上升 虽然说法必重就轻 挤牙膏是回答 但法院指出他属于主动回台 并配合警方的采证 基于比例原则 没有挤牙必要 好 再来看到这名男子 是不是恋爱脑冲昏头了 为了带兴的女子 来北上吃早餐 结果铤而走险去偷车 没想到车子才刚刚抵达了 新北市板桥的国山路段 就被警方围捕逮捕了 而警方还开玩笑对他说 到底有夺缺女朋友 缺到要去偷车 在高速公路上开启警笛声 警方把白色吊车 蓝亭载了草华县 接着将驾驶拽下车 压制在地上靠逮捕 原来驾驶是一名偷车贼 日前台中第二分区货报 有民众的车在24号凌晨5点多 被偷走了 他们到场调阅监事期调查 窃贼是一名21岁的小姓男子 随机偷车 警方透过车排便室系统 选线追查 发现窃贼偷车完后 一路把车开往新北板桥 连忙北上要带人 趁着经过国山树林交流道的时候 车流量大车潮堵塞 将遭窃车辆蓝亭 当场逮捕窃嫌 嫌犯设后向警方公称 偷车是为了要和女性朋友 约出来吃早餐 让原警超傻眼 除了偷车外 他还倒刷了车主 遗留在车上的信用卡2000元 除职在交友软体中 只是为了把妹就犯罪 下场得不偿失 TBBS新闻 实际上台湾一台中采访报道 好真的是被恋爱脑给害了 偷车去把妹 结果还没到达目的地妹 还没载到就被警方截获了 线上很多朋友说 难道没车就没有办法把妹吗 也有人说被抓到真的好丢脸 那Lucas也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如果真的是要开车 载女性有人出去游玩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用租的 不过根据了解 他会这么容易得手 其实车主也有点粗心大意 因为铁卷门没关 爱车就大啦啦的 摆在自家车库当中 让小偷有了可乘之机 电视机画面拍到 窃贼在街上闲晃 寻找下手目标 先随机推一户民宅的门 门锁着他作罢 来到下一家铁卷门没有关 车子就停在家门口 窃贼试图开驾驶座的车门 一拉还真的开了 嫌犯就坐进驾驶座 发动引擎 接着准备倒车 车灯亮了 当时附近没有人出入 嫌犯就趁机把车开走 整文件就去睡这里 实际回到当事人住家 就在台中北区 被偷的是白色轿车 车主是一位老先生 平常车子是给儿子 当上下班的代步工具 2月24号元宵节前一天 家里烧金纸拜拜 忘了关门 铁卷门没有关之外 车门也没锁 召窃轿车是案件启动引擎 嫌犯直接把车开走 途中还倒刷信用卡 2千块钱 除职交友软体 警方是透过车牌 在北部抓到人 我太太就问我说 我车子是借人 我说我连开都不开了 还借什么人 是我直接说车去我们砍你了 警方调查21岁 相信窃贼本身就是贯窃 有偷东西前科 没有正当职业 过年期间找下手目标 刚好遇到门望机关的住户 加上车里有钥匙跟钱包 他直接把车开走 TVBS新闻 陈淑贤 廖帆宜 徐又翔 台中场报 好的来看到这震撼世界体坛 重量级的红色炸弹了 MLV二刀流大鼓翔平 今天在他的社群当中宣布 他已经结婚了 对象是来自日本的女性 从今以后他会跟他的太太 还有他的爱学一起共度 幸福的生活展开人生的新篇章 不过消息一出 全球媒体都疯狂的转载 大家也在猜测 到底大鼓太太是谁 是什么身份呢 而过去我们纵观大鼓过去的绯闻 包含了女主播跟模特 但现在呢 这样的传闻似乎都被证实是空穴来风 而大鼓太太的身份 究竟为何会不会公开 她的长相或是面容 或者是公开跟所有的粉丝见面呢 有待明天的记者会大鼓会亲自说明 MLB日记求新大鼓翔平抛出震撼弹 大鼓翔平在IG上宣布 自己已经结婚 对象是一名日本女性 大鼓在po文里表示感谢大家的加油 并表示加入到齐队后 想要开始新生活 未来希望能与日本老婆两个人 加上爱犬一起努力 并希望媒体给两边的亲人一点空间 大鼓在去年底曾在受访中 谈到老婆与小孩的话题 但是她的官方答案总是没有女朋友 就连狗仔也从来没有成功 拍到她的绯闻照片 如今消息一出大家都在猜 谁是大鼓翔平的正牌老婆 过去曾与大鼓传输绯闻的 包含日本女主播还有女魔 不过最后都证明只是传闻 大鼓唯一一次谈到理想型 是日本天才同心如甜爱菜 另外主播田中美奈什 曾在节目上占卜与大鼓的感情 根据大鼓在高中时绘制的人生蓝图 他希望二十六岁时结婚 二十八岁生子 三十一岁生女 三十三岁次子出生 现在二十九岁的大鼓 若要达成当时的目标 需要赶一点进度 同样出生年首线的众议员小泽一郎 第一时间说家乡住民都很开心 NLB官网记者说 在如此繁忙的时刻 这是个好消息 祝贺这位超级巨星结婚 大鼓春讯首亮相就打出两分炮 现在又闪电发表婚讯 为全球体坛投下一个震撼蛋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大鼓的婚讯 相信让很多的球迷还有粉丝呢 都觉得相当的震惊 像我们线上网友就说 CHL真的超级会保密 无心顺美说 到底是哪个有福气的女子呢 可能真的要等到明天才会揭晓 那么John Wang说 很多迷妹恐怕要失望了 确实在台湾的体坛也掀起了一波话题 甚至在日本有网友说说 今天大家都集体失恋 可不可以请失恋假呢 而且本来就是她为偶像的乐天女孩 蓝蓝也发动态说自己不能接受 但是为了偶像的幸福 她也只能祝福 短短三秒动态 乐天啦啦队员懒懒 却心情好复杂 合照球星大鼓祥品广告看板 身为铁粉 下机却得知她闪婚 直呼不能接受啦 还有啦啦队员壮壮 附上四个心碎emoji 同样喊我失恋了 大鼓祥品的震撼婚讯 惊掉不少人下巴 我刚刚直接 今天没有空 对 我刚刚直接惊讶了一下 想说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满恭喜的 因为她也要30岁 应该该结婚了 30岁还不行啊 不知体谈 就连社群上网友也刷一排 世界女子集体失恋日 跟有人说 先前有人逼婚 还能说大鼓祥品都还没结婚 这下这个借口 恐怕得想新的了 懒懒哭哭了 我觉得很棒啊 这样子她就可能 就是有后代了 大鼓第二代 有一点 因为突然来的消息 祝福她跟她的那个地方 可以过得比较好 就是过得平顺 就平凡的 就是不要被 可能生活被打倒这样 仔细看大鼓商品婚讯下 涌入各国语言的祝贺 就连女星渡边直美 也亲自留言恭喜 众议员小泽一来 X则发文给予中心祝福 各界恭喜消息 还登上大陆微博热搜 只是这回贴文中还提到 希望两人和宠物 能同心协力互相扶持 就是 其实不少人早就意测 大鼓平时练球这么忙 怎么有时间陪狗狗 不排除当时就有心上人 无论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实练之余 还是要喊内宋祝福 地位宣传媳员周一峰 张普军他不懂 而且上的网友不离不弃也说 2月29号四年一次的 大鼓粉丝新岁日 不过这样说起来 大鼓也是蛮贴心的 选在四年 才会出现一次的 润月2月29号 来公布这样的讯息 不会每年都要伤心一下了 而其实我们待会看到 真的是非常伤心的场面了 这是北韩的女足国家队 可为七年重返日本比赛 但比赛失利 他们失掉了 前进巴黎奥运的门票了 顾不得日韩两国媒体的镜头 北韩女足国家队教练李友日 在记者会上哭了起来 记者会上李友日不止流眼泪甚至还动露 李友日又哭又怒是因为世界排名第九的北韩女足 错过了进军巴黎奥运的机会 这场在日本国立竞技场的比赛 日本女足国家队 靠着高桥花和藤野青叶 在上下半场各进一球 最后是以2比1击败北韩 拿到奥运的出赛门票 不过因为这是北韩女足自2017年以来 首次在日本踢球 所以比赛受到高度关注 全场将近两万一千名球迷进场看比赛 其中还包括三千位旅居日本的北韩人 来为他们的国家队加油 日本和北韩因为殖民问题 关系一直很紧张 而且预定下个月21号举行的 2026北美世界杯的亚洲区域赛 还要换北韩男足前进日本比赛 接连两场日本和北韩的足球对决 只是比赛场边却难免出现正值一位 TVS新闻综合报导 好 刚刚北韩女足的总教练 因为书球哭得痛哭流涕 我们线上的朋友 这个冠婷说 是不是媒体影要被去劳改了呢 那也有很多人说 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担心就是这个教练跟球员 要被去劳改 所以呢才会眼泪泪险失控了 不过接下来这个画面呢 也会是让大家觉得说 这是不是雇主管太多 已经侵犯到了这个劳工的人身自由了呢 由于呢现在大陆低温的环境之下 有上班族呢洋葱式的穿靶被雇主嫌 穿得太随心 由于大陆今年冬天特别冷 不少人骑电动车上班 把男穿的全穿上了 没想到保暖上班穿搭 还被老板约谈 大家其实对于男性和女性 他们的这个外表形象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于女性呢 其实更多的会赋予她一个 美丽漂亮的这样的一个 外观的期待 讨论越来越热烈 于是上班穿搭比丑 成为了热话题 大家纷纷PO出自己的随性穿搭 一位网友笑称 有时候连自己的妈妈都皱眉 这位年轻人的母亲刚说完 一进电梯 果然立刻有人盯着她的鞋子看 类似的影片引发热议 吸引超过百万人 按赞分享和留言 有人认为恶心穿搭 一个比一个能逼疯老板 也有人认为 他彰显了年轻人 对上班的个性和态度 那就是我都活着来上班了 你还奢求什么别的 TVB新闻 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大陆的老板 对衣着的要求管太多 引起了大陆的话题的讨论 那我们线上朋友也会说 老板是不是珠海边呢 也有人就说 老板多给一点薪水 我保证穿的帅一点来上班 所以呢 其实上班族难道没有穿衣自由吗 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 您上班有没有什么奇妙的 着装规定或要求 或是您是怎么想的呢 而我们今天也邀请到 社会组的穿搭高手 冠映来跟大家分享了 好 冠映晚安 希望晚安 大家晚安 好 我们看到冠映 平常出现在镜头上 都是这样子西装笔挺的 其实像我们记者 为了展现专业的一面 我们多少少都会 自己准备一些正装 当然我们都是自掏腰包的来准备 可是呢 职场当中过去呢 也屡屡传出 很多人会有对于一些 女性啊 或者是性别方面的特殊规定 特别是资方的规定 但是呢 这是不是都已经牵涉到 一些人身自由的部分了 对 没错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中国大陆有些公司 但是他就是会管 不过我们以另外的国家来举例 可能在日本方面 他们好像比较偏向是 员工自己会管自己 因为毕竟他们的生活 也是比较拘谨一点 看到日本的街头上面都是 大家每个都是西装 对 黑白灰 因为日本的社会好像讲求一个集体性 所以不希望自己穿的跟别人太不一样 太有个性 都要符合那个行业或商社的整个穿着的氛围 没错 反而是我们台湾有一些比较小的公司 大家可能就比较没有管得这么严 好像印象中有的人还可能会穿T恤啊 或是会穿比较轻松的服装去上翻 毕竟台湾是比较热嘛 那老板其实也不太会有什么意见 不过呢 我们台湾的法律到底有没有规定 可不可以来规定说这个公司来限制员工穿什么 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呢这个劳基法他们上面有写说 如果你这个公司的员工数是超过30个人 就应该要来报备公开的这个工作原则 但是呢他们说这个服役的规定 很多都是在这个工作原则里面啦 但是前提是你不能违反这个法律强制规定 还有这个工会团体的这个协约来做前提 可以由这个雇主来决定 你要不要穿制服 或是你规定你的服装要怎么穿 那么其实这个工作规则里面 他们主要还是看这个行业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 毕竟你不可能一些可能殡葬业啦 或是一些高级餐厅 你穿一些吊嘎 穿蓝白托去上班嘛 这样子也是怪怪的 那么其实呢之前有判决说 有员工他可能穿着 他比较不想要按照公司的规定 所以他去法院提告了 不过呢其实通常这个法院 他们是挺这个公司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公司 他们有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律规定 这些服装规定 其实呢他们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所以他们当时有一些判决是判员工 他们是败诉 不过呢其实通常会需要到法院上面去打官司的这种服装的这些问题 他们通常的理由都是说 我是不是被这个公司歧视呢 人工会觉得说最常见的可能歧视像是一些性别歧视 或者是一些性倾向的歧视 那么目前其实有规定的部分像是一些种族啦语言宗教等等甚至年龄 那么或是一些容貌或是星座或是血型等等当中是没有穿着这个规定的 不过呢他们可以看到的是穿着上面如果真的他觉得自己被歧视的话 光是穿着这个问题他们就可以连接到刚刚提到很多些可能性别啦或是些性倾向等等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那么来看到呢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有问题的规定 刚刚虽然提到说劳基法他们是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说你公司不能规定我穿什么 但是也有一个部分是例外 像是呢如果你要求这个女员工的服装是要迎合男主管的喜好的话 这个算是一种职场的性骚扰喔 那么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案例是说 像是这个马甲医院里面曾经有这个男员工他是穿女装来上班反而被开除 那么最后法院是判决这个解雇是无效的 不过有一些公司他们的制服喔 像是这个女生他们的一个制服是没有裤装的 他们可能是套装这种裙子 那么有的人觉得说那你这个算不算歧视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穿裙子这样子 但是依照目前法律的这个案例来看 其实他们不算是歧视 因为毕竟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他规定你穿裙子 但是全公司的女生都跟你一样是穿裙子 而且这个是按照公司他们的习惯去做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是那种可能他的制服真的太夸张了 就是什么露很大的什么什么线全部都露出来那种 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行业的需求 有时候这个制服还是必要的 可是关于我们知道很多职场新鲜人喔 在进入一些企业的时候会被要求要来购买制服 有些是硬性直接去扣薪 但是有一些是柔性劝导的 可是其实我们劳基法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呢 没错其实这个制服的问题呢 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公司他们会规定 我们一定要穿制服 甚至呢有一些是服饰店他们的店员 也要穿他们所卖的商品嘛 那么他提升他们的品牌一些辨识度 所以很多人甚至有些人他们是觉得说 我喜欢你这家公司的制服我才来应征 对对品牌本来就有认同度 对对他们还是他们是为了制服而来选择这个工作 那我可以其实也分享一下自己的打工经验啦 就是我之前曾经有在餐厅那也有在这个服饰店 对打工这样子 那这家餐厅他其实也是要穿制服的 但是他们的制服是他们公司直接提供给你 就是也不用说另外你要先买下这个制服 或是要先付一笔钱 其实全部都不用 他就是规定你要穿 而且他可能是有一套换洗的给你可以轮着穿这样子 因为每个员工他都会给你可能两套 那么另外一家这个连锁的服饰 他们就是卖衣服的嘛 所以他们当然是希望这个员工身上有这个他们家的衣服 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说有时候客人在问的时候 他会说你这一件是什么东西 我要买你这一件 这是他们希望达到这个效果 没错 但是他说这个员工你虽然要买我们家的衣服 我不会直接提供给你 可是你可能要用六折或是七折来买我们家的衣服 那么通常其实当时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 会来这个地方会在选择这家店来工作 其实通常对这个品牌都会一定的认同 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常穿他们家的衣服这样子 所以呢对某些员工来说 他们其实算是福利的一种 可能因为毕竟你这个不这种衣服 他们算是比较休闲的衣服嘛 他不是说我只有上班才会穿 我可能私下也会穿 那么甚至呢我还招有一些运动服饰 比较知名的运动服饰 他们甚至还有的是那种专门的原购店 甚至潮牌里面也有一些是可能员工买的比客人还多的这种 所以这个公司还特别是寄出了一些限制的规定 说你可能很限量的衣服员工可能暂时先不能买 先不能买 对但是有人就分享说我如果我到新公司 有的公司他居然是我要穿那种制服是套装 就是上面还有印logo那种 反而要你先掏一笔钱穿买 那这个有人就觉得这个可能好像不太符合规定 就是不太符合大的期待 因为我又平常又不会穿这个衣服 为什么我要花钱买呢 那么这个合不合理呢 我们来看到其实劳动部说不合理 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们说劳动部说这个制服呢 其实它是劳务成本或者是职工福利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这个雇主其实不应该要求员工来负担 那么刚刚提到呢 这个很多公司会要求员工先拿一笔钱 他们的理由是说他们怕把这个衣服 你把它弄坏了弄破 那我要教你交回来的时候 那如果你给我一个破的衣服 那我要怎么给下个员工穿呢 他们是他们的理由 但是他们说这个员工离职的时候 如果没有按时依规定 交回他们原本制服的话导致有损失 那么这个雇主他应该是要来寻民事诉讼来求偿 那你不可以直接从员工的薪水里面扣除 所以说之前曾经有这个餐厅 他们说自己定了这个内部的规定 劳动契约里面约定这个劳工负担要这个制服费 但是呢却被这个劳减开罚了2万块 他们认为这个约定 他们其实是违反劳基法的认为这个约定 其实是无效的 嗯就像关于所说的 其实雇主他不能主动硬性去扣你薪水 替制服买单 但是呢很多品牌呢就会问说 哎你要来上班你认不认同 那我们可能要穿制服你同意吗 那让这个员工自掏腰包去买有折扣的衣服 这还是在一个劳基法的灰色范围里头 是一席但今年呢政界履履传出韩国瑜当院长之后 其实民进党希望可以发动卡汗 而这样的传闻甚嚣尘上 今天外交部出面来澄清了 他说早在23号外交部长吴钊燮 就已经拜会过韩国瑜 跟他声讨董事改选的议题 好 院长今天就闭起来 好 好 谢谢大家 首度接触国防委员会 看到令营立委 立法院长韩国瑜 主动上前寒暄 非常好 会长 好 会长好 请讲事成 先到这里走 没有思考肃杀之气一律 客客气气 即使按照往例 接任立法院则的韩国瑜 理当成为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曾经却连改选的董事会日期 都还没敲定就有栏尾替他报区 按照这样的时程 非常有可能拖到五月份才改主 而这个时间 跟过去苏嘉全接任董事长 或者是跟游锡坤接任董事长 都晚了起码两个月 像是前任院长游锡坤 在三月五号就入主基金会 韩国瑜的进度是稍慢了些 台湾民主基金会表示 依据章程规定 目前正在协调开会时间 这段期间董事长 一直代理的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外交部方面更透露吴钊燮 其实在上周就与韩国瑜会面 破除卡涵传言 吴部长已在2月23号 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 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 董事长改选事宜交换意见 外交部尊重该基金会 董事会的治理以及运作 民进党打韩 对不起 这个有点嗷口 民进党卡韩 民进党党韩 这些事都是无终生有 接下来怎么说 他召开董事会有了解吗 谈那些什么 不方便说 韩国瑜一句谢谢带过 毕竟就算将任董作实权 可能还是握在绿营手中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董事长 也应当依过去的惯例 在民主基金会的相关的人事 当然包括执行长 就是由总统这边来任命 也就是说即便让韩 当了董作还是不愿 就此罢休 TV变圈才送你 对东西会员修署 台北我等 而再来国民党团 总招傅坤奇 先前在花莲的共识影当中 说其实各个委员会的 整个招委的选举呢 希望蓝白共同来合作 不过今天呢 招委选举的结果出来了 蓝绿各拿八席 所以现在是不是 这个党团总招的话 都不算数了呢 而今天呢 傅坤奇其实他也说 其实一早的党团大会 他听到基层的声音了 主要就是因为 立委主公说 基层的反弹很大 觉得自己泱泱大党 国民党 为什么要去礼让民众党呢 所以呢 他拍板做出最终的决议 说所有的招委 要支持自己人 看完党团大会的国民党立委们 态度一致都说发言体系 要招给党团三长 跟民众党不管是在法案 招委以及委员会 各方面的合作 我们都会展开双倍 原本在二十五号的共事营决议 要礼让民众党一席招委 结果却峰回路转 尤其党团大会更是炮声隆隆 党团书记党洪梦凯先说 因为第一时间没有致电给黄山山 民众党才称不知情 后来双方至少沟通了三次电话 但民众党没有表态要哪个招委 而开会过程中 就有几位立委认为 国民党需要有主体性 更有台中的区域立委之言 不能礼让 因为基层的反弹声太大 这下总招复婚期才拍板 决议不礼让了 就连自家人在开完会 才知情党的态度 国民党新克立委 牛许婷开会直接当面 跟傅昆琪说 希望未来党团做出的决策 不妨由干部代表 大门大陆的对外说明理由 才能避免各种版本到处发酵 我们在这一局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我们出去的讯息 非常杂乱 没有很清楚 那没有很清楚的时候 其实是会被人家分化的 就怕不同调会被见缝插针 国民党团提出的优先法案 也在党团大会 送国会改革六法 以及NCC人事全修法 给委员们签名连述 不怕任何质疑 毕竟未来要推法案 若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真能合作 想推成以席次来算 不是问题 却让民进党坐山观虎斗 民众党他就是小兰 那就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 民进党他们当然是 看不得人家好了 跟国民党未来这个案子的合作 立国立民的案子 国会正常想推成法案 国民党积极向民众党招手要拼实职过半 TVV新闻东京年轩台北草报导 而新的国委立法院长选好了 委员会的招委们也已经大举底定 反而是接下来的内阁 其实还是得面临留守期到520之后 政府会正式换届 不晓得您对即将要上任的赖政府赖内阁来说 有什么话想问 有什么的议题 不管是低薪房价产业未来能源问题 您有什么想问的吗 因为现在呢 其实赖总统的内阁开始点兵点将了 到底格魁会是由谁来担任 民进党内呢 像是过去主长文化部的郑立军 还有呢 曾经任职过秘书长一指的卓荣泰 以及林佳龙 郑文灿呼声都相当的高 不过格魁的人选还没浮出水面大局底定之前 赖清德团队传出接下来在520之前 他们要办巡回的讲座 来听听青年的声音 如果是你会想问 赖总统赖清德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普遍 现在双北地区的高房价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所有年轻人最痛苦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薪资的实质成长不够 现在真的有机会 正值520前交接空窗期 赖清德将在三四月份先启动健康台湾 投资未来世代论坛 北中南至少一场 锁定的对象包含学生 社会新鲜人 年轻家长等 还有另一种是开放青年来报名 民进党一直都相当重视青年世代的声音 所以目前呢 党内也规划要在3月到4月的时候 陆续来举办青年的论坛 包含面对党内的这个年轻党公职的部分 以及公开的北中南的青年论坛场次 就是要听年轻人心声也要熟悉政务 但赖内阁行政院长谁来当 我并不了解赖主席的认识的布局 上市郑立军日前被问到也是三间其口 另外被点名的台面上包含前民进党主席 竹龙泰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等人 会是因为传出赖青德对人选保密到家 甚至对被征询对象而提面密 要是消息走漏 谈好的职务恐怕见光死吗 要筹组出符合社会期待 那也超越政党 而且在专业性能力性上都非常的卓越的一个团队 毕竟在三党不过半情况下 院长难当 要找到这人选真的不容易 TVB选李国阵李子恒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确实从我们记者街坊看得出来 赖内阁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低薪 还有高房价以及能源相关的议题了 因为即将四月份就要涨电费 这些内政问题呢 大家恐怕都会想问赖内阁到底要如何解决 带领大家过关 而继续下来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其实国民党的在立法院的新会期 也提出一个会影响到很多配偶身份的议题了 他们希望入籍配偶入籍的年限呢 从六年缩短到四年 而民众党团呢 他们也是表达支持的 因为过去这就是柯文哲竞选时期时候的政见 希望现在蓝白合作能够落实 不过呢基层也有一些反弹的声音 民进党也觉得缩短时限是有疑虑的 2016年6月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几成一团 当时为了陆配取得台湾身份证年限 蓝绿兜动员 最后因蓝营人数不敌绿营 年限维持原定六年 如今新会期 国民党团预计再度提案 柯文哲主席在参选总统的时候 就曾经具体的提出政策 也就是他认为 陆籍配偶的入籍年限 应该要缩短成跟其他国籍的配偶一致 因为是柯文哲竞选政见 民众党团第一时间喊支持 脸书更发文 无论外配或陆配都是台湾家人 应该放下歧视和对立 却反遭网友留言炮轰 更酸要确定有认同台湾 如果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会是因为他的身份 而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重点才是在于说 你认为国家安全有疑 不会因为这个人几年入籍 他就突然变坏人 坏人突然变好人 也是一届优先来开第一枪 因为担心未来台湾的健保资源 会大量的被开了后门的陆配 他们来依亲的这些亲属 而排挤了台湾人真正需要的社会福祉 质疑挤押台湾健保资源 绿营喊全力反制 中国大陆这边来医亲 它是有名额限制的 也就是说一年仅60人 所以真的会挤压到医疗的量能吗 又或者是我们的医疗量能在 大陆的配偶没有松绑之前 就没有被挤压吗 蓝一认为不该一面排斥 而是思考改善医疗体系更多协助 时隔八年国民党团要再提案 国会三党不过半 扮演关键少数的民众党也表支持 这回说法看来没有太多意外 迪瑞线红富房杨佩玮也很长报导 好很多人呢对于这到底要不要来缩短 陆配取得身份的实践有很多的讨论 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两岸关系不佳 特别是对岸不断的文攻武嚇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呢 就是二二八期间 国防部目前已经掌握到台海四面 都有共击共建在活动 甚至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 他还再度强调说台海没有中线 他说他们演习的举动是要反制台独 英语低云笼罩恶劣天后 中共东部战区海军舰载机依旧升空操练 影片特别选在二二八这一天公布 文攻武嚇大秀军事肌肉 国防部公布二二八空域情资 一共争获19架共机 12架逾越台海中线 其中西部空域14架 距离基隆最近约43里 北部防空识别区外 一架南部空域两架 外加五人机一架 穿越到东部空域 辅战机两架次距离鹅鸾比 最近45里 外加七艘弓箭 共军机舰抢占台海四面空域 形成包围态势 国军严密监控应处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就是展现对台湾的这个 包围的态势 其实兵力还是比较薄弱的 虽然说看起来总量很多 可是分散在四个战略方向 就很薄弱了 那么它这一次增加到七艘 就可以展现必要的时候 它可能可以封锁 台湾海峡南北侧 专家分析可能是和大陆渔船 翻覆两死争议有关 中共对台武贺禁逼 国造潜舰海坤号进入驳港测试 最后阶段 看似国防安全有重大突破 却被潜舰专家质疑 不少装备没就定位 专家忧心是为了政治里程碑 才抢在520前完成测试下水 海军回应一切都依安全品质控管 完成造舰任务 TVBS新闻刘宇俊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刚刚线上的网友威廉沈呢 抖内了我们150块钱 说欢迎新化休假回归 想在229这个四年一次的日子抖一把 因为台北天冷暖心震助新化 跟CY小编的热影基金 谢谢谢谢您 那我们所有直播投入都感受到你的鼓励了 而继续我们带来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 国内的大学打工难道也分文科跟工科的不同吗 怎么打工的时薪差很大 主要原来就是因为有网路在讨论 政大图书馆的公读圣真才要通过日文检订N2 最低工资183元 不过呢同学们就觉得这个限制也太过于苛刻 营发抗议之后呢 这样的限制终于被撤下了 而同时呢清华大学的学生餐厅找人 牛肉面店开出时薪185元 而鲁味店呢更是开出了200块钱 每个学校都会开出工读机会 当然政大大线图书馆也不例外 只是呢他们找的学生是要帮忙整理日文的检报材料 但是他要求必须日检N2以上 而且每个月只给5320元换存下来 时薪只有183块 感觉至少要开200多吧 我觉得太低了 就是觉得有点 也浪费时间跟 不如把那个时间拿去上课吗 真才贴文也涌入大批学生留言开酸 说这就是学日文的下场 只能当条码师 搞了N2终究还是干铁力活 而面对大量的学生反弹 政大也紧急修正 拿掉了N2的资格限制 薪资比照基本工资 N2已经是一个外面很多企业的一个用人的一个标准 那当然说外面的企业开的这个薪水但是比这个工资的最低事情还要高 所以他们当然是觉得说要比较高 考古日文检定时薪才183元 但同样都是公立名校 清华大学学校餐厅不用特殊技能 时薪开的还比较高有185块 连陆生都震惊说台湾薪水怎么那么高 陆生发文说如果天天工作8小时 月薪比大陆还要多 虽然有误差 但以薪资来看 时薪清大食堂比较多 月薪也是台湾略升一筹 而是进一道清大的学餐 有的时薪已经开到200元起跳 更能一口气进账400块 不是说一小时计算的啦 就是他是他收完 他可能两个小时收完也是400 三个小时送还是400 时薪一八五起跳 但这么好康 是因为他们是外包厂商 以清大校内公读来看 统统都比照基本工资 时薪183元 毕竟公立学校还是有规范限制 虽然校内公读赚得少 但时间好瞧 地点用近 依旧能让学生抢破头 特别新闻 李维华 陈思敏一假提 台北新竹 常报道 好 观众朋友也在讨论 这实薪的工资 其实是对标到 劳动部公布的基本工资 不过您知道吗 其实基本工资呢 只是一个法定的标准 其实雇主还是可以给多一点点的 但是现在大部分台湾的资方 都是希望按照 劳基法的准则来行事的 所以才会看到 在政大的图书馆 给予这样的实薪 引发同学们抗议了 而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物价这一方面呢 政府都希望能够压抑通膨 让我们的新台币能够持续拥有购买力 但是物价的高低似乎是相对的 我们但你看到云林有民众买自助餐呢 这个便当里头五道菜 有菜有蒸蛋 没有煮菜跟白饭收70块钱 被民众嫌贵 但是店家也很委屈哦 他说他们也不是故意要涨价 是应客人的要求说 分量太少了 所以增量加了10块钱 变到70块 但还是众口难调 青菜大锅炒装铁盘 客人到自助餐夹菜 精挑细选菜量 放进便当盒 希望价格能便宜 不过却有客人上门 夹了这样的便当菜色 嫌70块太贵 便当盒内分别是炒高丽菜 公保百叶豆腐 豌豆 蚂蚁上树 蒸蛋 五样菜 没有煮菜 价格70块 赞品比较 比我们菜那么多了 都会区你觉得 这可能要卖到 要一百多块 当时客人是欧海盗店家的 Google评论留下一颗型负评 表示只点菜就要70块 早知道就直接点主餐 反正价差20块而已 已经后悔来买两次 再来买就是傻子 你一块还好 一般一般 客人买是不会太贵 便当店开在云林赤童 不过被嫌贵的自助餐店家 也有话要说 正常那种是收60块 但是他跟我说量要多 多收10块 客人觉得太贵 但店家考量物价上涨 还有成本 认为价格合理 意见分析 那云林股坑这一家佛心便当店 端出来的70块便当 应该很难有人会说贵 打开便当盒 炸鸡腿炸鱼 快装主菜 三菜外加一颗卤蛋 酸菜免费送 满满的白饭 也是70块 老板娘随便看随便算 不过这不顾一切成本的佛心计价 多半是回馈顾客 也算少见 消费水平各地有差异 便当菜色到底贵不贵 客人店家各自有盘算 而持续带观众朋友来追踪 在春节期间引爆的年代旅游复国岛丢包案 现在越演越烈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其实现在平保协会认为负责人李大军 是不是希望能够图立特定的厂商呢 而稍后我们会有最新的报道 而持续带观众朋友来继续关注的 除了物价之外 就是您的消费观了 立世代到底喜欢买什么吃什么用什么呢 现在有最新的研究发现 立世代的人呢 他们是一个网络数位的原生代 在日本呢 发现他们的消费量还有花的钱 似乎没有办法跟上上一代 比方说汽车音响等等都会变成社交费用 他们很愿意花钱在一些社交的交际上面 但是购买一些物质上软硬体上面来说 花钱的力道不如上一代 最近很多人都有在串上面打说 就是交给神奇的演算法 我想要认识以下这些人 然后真的演算法就把他推去给 类似这类的人 然后你就会意外的去结识到这些平常 因为在IG上如果我跟你不认识 但是你公开账号我通常不会去回你 因为我们不认识很怪 可是串上面是都没差 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但是我们会在上面交流 谈起新的社群平台Threads相当了解 苏子鹏说这很适合了解 特定主题和参与讨论 他的手机桌面直接是个社群资料夹 里面有IG、Ttalk、Threads、小红书、FB 使用切换相当熟练 像是在IG或抖音 po短影音是他的日常 二十几岁的苏子鹏是Z世代 他们也被称为数位原生世代 我这个礼拜有降大概一天会花6.8小时在上面 但是之前大概会花个七八个小时在社群上 因为我觉得看社群可以了解现在的时事 风向然后了解身旁的朋友 比如说可能有谁生病车祸 我们可以寄个东西给他 或者是关心 或者是看看现在到底在讨论什么 舆论风向在干嘛 工作上肯定是关注舆论 关注话题 关注时下的这个趋势态势 但是私人就是看朋友在干嘛 然后看看现实动态 苏子鹏因为工作本身跟网路有关 所以工作和生活很难完全切开来 而对年轻人来说 社群上的社交也就是线上互动 是相当自然的 以前可能只会比较focus在我们实体很不错 就这样 但现在会多了一个是我们线上很不错 而且这个线上很不错的关系 我觉得已经慢慢大过实体很不错的关系了 即便我们现场 我们很少碰面 但我们线上会互相回线动 会互相关心 这样未来随时碰面都还很OK 可是如果是我们可能几个月碰一次面 实体这样频繁的每个礼拜碰 可是可能都不会像线上这样交流来的熟悉吧 我觉得 年轻人在面对面的社交和网路社群的互动 比重上有很大的转换 而在日本还观察到 也也穿重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 高度追求联系的日本Z世代 将花费从汽车等等物品转成社交费用 葡萄型社群是这代年轻人特有的人际关系 相当愿意投资在这里 不管是精神还是金钱 在历史25年的生活者1万人调查中 即使是新冠疫情肆虐的2021年 Z世代的交移交际费用仍然维持高水准 不像上一代会减少聚会 而另一方面 有些人可能拥有不止一个社群账号 根据不同社群灵活切换不同账号 以前的世代买的都是买看得见的东西 买车子买音响甚至买唱片都看得到东西 可是这个世代的人他买的是看不到的东西 譬如说为了要维系在社群上面的影响力 他会花钱在通讯费用上面 葡萄型社群其实它是指 就是现在的Z世代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社群媒体都有一个账号 然后这些账号其实是对应 他们不一样兴趣 不一样身份的这些网络上面的朋友 然后或者是在同一个社群媒体下面 他有分好几个群组 然后跟不同的群组的人进行互动 喜欢与志同道合的社群互动 从线上到线下经营 而Z世代在职场上对工作的想法 也跟上一代不同 像我们调查发现 22.8%的新鲜人 或者是所谓Z世代 他们是不想做正职 只以兼差或打工为主 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 可以达到生活跟工作上的平衡 他们更重视 可以弹性运用自己的时间 可能过去的上班族会希望 我多赚点钱 所以工作内容没有关系 我能做 做得来就可以 但现在Z世代他们会觉得 我希望做我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而我更希望在我这份工作里面 可以得到自我实现的一种成就感 现在年轻人已经跳脱 在同一间公司待很久 或是高工时被绑在办公室里的传统思维 而每一代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 旧世代或新世代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也看不到 而在观众朋友看到 其实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花钱在旅游上 但是碰到了无良旅行社恐怕会玩出一肚子气 我们要带您追踪的就是年代旅游 在春节把游客丢包在富国岛 现在平保协会出面控诉 说负责人林大军是不是涉嫌让接手的 宏毅旅行社套利赚茶价 那我们认为林大军言很大 那我在这边要揭开他的假面具 年代旅行社富国岛丢包案 前几天董事长林大军再出面 说自己没生意 但平保协会怒哄是演给检察官 以及同业看的 平保协会认为接手的宏毅旅行社 疑似有土利嫌疑 会伤害全台4000家旅行社形象跟利益 因为年代旅游已经收了260个机位的钱 但宏毅承接之后 没告知旅客就转卖机位 甚至要求得叫差额才能出团 那这个跟第一批的丢包 在护国堡丢包 在护国堡200多个被丢包 有什么不一样 是丢包的地点不一样而已 我们2月14号去跟年代 拿了两张的本票 一张他公司的 一张他林大军私人的 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年代所接人会地阶的情形 事实上来讲我们也是赔钱才做 目前平保协会接获一百多件投诉 不过红衣这边也受理150位原先年代的旅客 不过如果旅客改跟红衣团 原本只付定金的还是得补缴税差 以及递接团费 那个旅客缴钱给红衣 然后带走到平保生前礼牌 吃平保的豆腐 今天我们红衣跳出来是 我们是跟客人另外一个企业 今天假如说你平保能够答应我 所有会从礼牌部分来要回来 对不起我接 周四下午观光署平保协会 以及红衣旅行社三方坐下来谈 红衣认为是认知有落差 如果平保能挂保证 就不怕钱逃不回来 当然可以不收多方考量 是不希望自己帮忙承接 却落得赔钱下场 而再来看到体谈的话题 就是周末台北大巨蛋要上演了 台日职棒的交流赛 而在今天呢 日本的独卖巨人队现身在桃园机场 他们已经抵达台湾了 大批的球迷呢前往街机致意 而当中呢人气当家球星 白门友人也现身了 而在台北大巨蛋这一头呢 其实乐天桃园队也是加紧的来练球 总教练就被问到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跟秘技 要让日本职棒耳目一新呢 这个教练就说 他们会把最好的表现拿出来 而球员对于即将要迎接 日本独卖巨人队 还有3.6万名的球迷进场观赛 也都相当的期待 一走出机场入境大门 迎接他们的是热情呼喊 身穿灰色西装 听到粉丝呐喊露出灿烂笑容 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 当家球星 版本友人帅气魅力 表露无遗 每一人西装笔挺还戴上墨镜 就是版本友人送给全队的 球迷粉丝亲眼看见巨人 均难掩兴奋 因为这个海豹吸引他 现在等多久 我等三四个久 斑斑勇人 我支持巨人已经九年了 希望两边都加油 然后就是让台湾球迷可以看到巨人的实力 门票早已经买好了 满心期待的就是这周末的独卖巨人 和中信兄弟乐天桃源的交流赛 而29号下午乐天桃源也率先抵达大巨蛋练球 前一次去恭喜的那个比赛感觉都还留着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会有做很多功课 去留意这一次再次面对到日本队的比赛 对于交流赛没有特别的战术 只希望把练习的成果表现出来 毕竟这次要迎接的 不只是日本职棒历史最悠久的一支队伍 还有3.6万名球迷 我觉得应该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人多代表越来越多人支持棒球这个运动 所以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就应该会蛮兴奋的吧 三支队伍叫头都是日本人 也都是首次带队 历史性的一次交流赛 能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所有球迷也都拭目以待 TVVS宣传林志伟高本 立洋青波中永轩台北桃源采访报道 而随着台北大巨蛋 洛晨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各国的职业棒球队 都可以来台湾打球了 也期待有一天能够看到大股翔平 而继续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南韩的一届罢工僵局还在持续当中 现在呈现的就是政府跟一届都不退让 主要就是医生认为这种大幅度扩张的行为 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权 但是普遍的社会舆论就认为 医界这样的想法太过于自私 因为南韩医疗界缺医生的状况 越来越恶化了 南韩前电竞选手柳继红 传出碰上车祸 又正逢住院医师罢工潮 足足等了8小时才被送进手术室 之后官方IG表示 柳继红正在恢复中感谢大家关心 但医师再不回国更多病患性命堪忧 有人痛骂这些医师比黑帮更糟糕 代班的医师也快筋疲力尽 南韩政府下达最后通牒 罢工医师3月1号再不回来 就会遭起诉和吊销执照 但警告似乎作用不大 只有不到300人回港位 南韩紧急起动医疗计划 从3月1号起派出150位社区医师 和20位军医到各地医院 应急任力荒 근무지 이탈자는 소속 전공의 약72.8%인 9076名으로 확인되었습니다 另外当局也报警指控 5位大韩医师协会 前任与现任干部 煽动大规模罢工 已经违反医疗法 从司法层面追究相关人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